最深的音乐频道与时尚设计节目制作人 为了提倡少吃一口肉环保旧地球的理念 就和在欧洲开过餐馆的港籍厨师老公钟星泉 携手打造了全台唯一的蔬食回转火锅餐厅 今天他们即将带来的私房料理 披萨寿司以及白芝石锦香木瓜 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现在新宿派金康跟我来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组合是非常地特别 他们说自己彼此都不认识 那奇怪不认识我们怎么会把它凑在一起呢 没关系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在这个菜要好吃 那首先我们就要来介绍 今天要烧得一手好菜的小罗罗 叫做钟星泉 你好 小星泉好 观众大家好 你的国语说得很好 谢谢 真的 你会讲什么话 广东话 会 英文 一点点 日文 还好 还好 国语 跟你学习 台语 不会 不会 这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小罗罗 应该算是吧 应该算 对不对 所以在餐厅里面当小罗罗 有人发薪水给你吗 应该没有 那你老板太狠了吧 差不多了 通常老板都那么狠 那这位老板是不是就坐在那里了 那你应该叫他女魔头了 不敢 不敢 你看 所以他位赞八方 他的老板很凶 他连话讲 偷偷讲女魔头都不行 我们来看他不付薪水给他的老板 我们的廖立文 你好 派贞姐 大家好 你好 你看 你小罗罗很怕你 没关系 当老板就算让人家讲 我们要虚心接受 所以你又不给薪水了 为什么要给 为什么要给 这话说得好 这话说得好 老板为什么要给薪水 对 这就让你接受吗 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以 所以老板不给薪水 你从头做到尾 你愿意吗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 欣赏我的食物 我就很开心 很愿意 好 他愿意 那他这样子从头做到尾 你很满意 对不对 很满意 是 所以让他继续当你的小罗罗 你愿意吗 只要他愿意 我非常愿意 好 现在我以上帝的名来宣布 你们两个人结为夫妻 永远要相亲相爱 白头到老 这样可以吗 这样知道关系了吗 好 那这么幸福的男人 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为大家做一个叫做披萨酥皮 披萨酥皮 这个是中西 中日合并 对不对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白汁 杂菜 酿木瓜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道料理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披萨酥丝 木瓜一颗 素丸子丁半碗 红萝卜丁两大匙 笋丁半碗 芹菜丁两大匙 小黄瓜丁半碗 苹果丁四分之一颗 凤梨丁半碗 小番茄十颗 姜片少许 调味料有淡奶三汤匙 盐二分之一茶匙 糖二分之一茶匙 美奶滋两汤匙 胡椒粉少许 我们看到的材料跟调味料呢 好像全部都切好了 那你都不能表演你的刀工了 怎么办 那所以 我们直接就 做了 做了 那你这样做的第一个就是 刚刚那个叫做什么 披萨酥丝 好奇妙 然后这个明明就是海苔 我们刚刚说这里有风 要用塑胶带风起来 你说你的海苔不怕风吹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要拿去烤 所以说你等一下要烤 所以它现在风吹了也无所谓 没差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了 这样子就安心了 你先来做这个 怎么做 这些材料就是把它该切切切切切 对 因为有切胶 有那个素肉 蟹肉丝 蟹肉丝 酥蟹肉丝 然后那个海苔 那个拌饭的 对 还有一个起司 好 那这个还要炒吗 不需要 不需要炒 饭蒸好了 对 蒸好了 这个饭是用什么蒸法 就一般的寿司饭的做法就是 怎么做 就是加点醋 煮好加醋 加醋 还是生米加醋 没有 煮好加醋 煮好加醋 然后有醋还有糖 有 一点盐 还要加盐 对 一点盐吧 然后就要开始来做了 好吧 我们就 好 这个饭真好吃 谢谢 我现在吃下去 它怎么有一点回味在口腔里面 有 我的嘴巴很刁的 然后我们就 再加醋 真的很好吃 我可以再来一口吗 行 行 那个 阿瑟 我们刚才讲说 阿瑟不是警察吗 不是吧 应该是 阿瑟 亚瑟 亚瑟 你是阿 亚瑟 亚瑟 你说亚瑟 亚瑟王 你是亚瑟王 所以我们应该叫你亚瑟王 还是叫亚瑟师 亚瑟师好 亚瑟师好 好 好 以后到他店里面看见他 就要叫亚瑟师 亚瑟师 现在先要拌这个拌饭的 素松 海苔松 然后我们就加那个素肉进去 我发现你这个饭煮得真好吃 我一口接一口 什么都没有加就很好吃 你从年轻就学做料理吗 很小的时候 你那时候住香港吗 没有在香港住过 你没有在香港住过 对 很短的时间 那可是为什么你一口广东国语 因为可能混得太多 在外国住太久 在外国住太久 你接触到的可能都是广东人吗 也有一点 所以你看听起来都以为他是 他是在香港出生的 对 结果你是在哪里学做料理的 在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学做了 你是从马来西亚开始学做的 对 在马来西亚长大了 真的啊 他们都是说好见话 对啊 好见话跟参与人文 有啊 稍微看 稍微看 我也要学一句 就叫做 我坐在你的旁边 因为我叫你的龙丽 龙丽 听我吗 听我 好 算马来西亚在那边学的 你看一个在国外长大的人 然后碰到我们这一位 我们这一位你的老板 我们的丽文 丽文当初不是做餐饮的 是做经纪人 这个娱乐事业的主管 然后制作人 音乐节目制作人 还帮我们的小杨师兄 殷正阳发行唱片 我很荣幸地带过他的宣传 你带他的宣传 对 你看 跑校园 跑校园歌曲的时代 对不对 他正就是他说那时候 他就是金钟歌王跟金曲歌王的时候 我很荣幸 真的很荣幸 是 好 那那个阿瑟师 我们不打搅你 可以吗 我们那这两个人 婆婆妈妈讲你的闲话可以吗 可以 好了 他说好了 好 那我们眼睛看他 耳朵听我们 那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在不同的地方生长 对 对 是 然后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 朋友介绍的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常去英国 他因为觉得我可能年纪也有点大了 你的年纪有点大 帮你介绍一个男朋友 对 看有没有适合这样子 那么你的这个男朋友 还真的跟你很有缘分 可是你当初要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想要接受他 你必须有一个条件 对 那个条件是什么 要么吃素 要么接受我吃素 你那时候已经开始吃素了 对 我在你的圈已经吃素了 所以很久了 对对对对 那但是你希望你的这个对象是接受的 是 因为我不希望为这件事情 两个在生活上有所的 在那里不方便 应该是这样子 这是真的 但是阿神师 那个你本来做料理不是做素的 不是 是做分的 那可是人家帮你介绍这个女朋友 她的这个条件就是说 你要么就跟她一起吃素 要么你就接受她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很麻烦 还好吧 你有看过她了吗 没有 然后就愿意跟她见面了吗 对 你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印象如何 这个女生很麻烦吗 女人的大胎都很麻烦 这个话讲对了 女人很麻烦 这个就是做男人的一定要承认这一点 所以愿意接受麻烦 对不对 后来听说她不但接受你吃素 她还调整 自己调整 对 调整什么让你 她就是自己也吃素了 她自己都吃 对 然后那时候她在英国有开餐厅 以前开餐厅 对 她一直在开餐厅 一直做一次 对 然后后来她觉得应该到台湾来 要不然我们两人那时候会分隔两地 后来因为台湾其实也是比较多元化 我觉得 所以她就把餐厅收起来 很幸福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其实这个要求很简单 就是接受她吃素就好了 对不对 对 这一个太简单了 那可是你为什么做到这么的困难 你自己都吃 然后把餐厅也要改成素的 不会 就脑筋动一下就可以把东西解决了 因为你很聪明 我没说我聪明 好 好 OK 来 我们先看她把这个 对 你看这个层层叠叠的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你们已经有一个夹层了 对不对 对 夹层上面再铺上这个东西 对 然后这个就要拿去烤了 对 所以总共你用了两片 一片底 中间一片 一片底 一片底 然后再一片海底 对 两片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铺饭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烤多久时间 差不多五分钟 对 还要再加上 这个就很日式 这个就是 很好吃 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还没有去烤 我就可以想象这个一定超级好吃的 好 那我们就把饭吃了 然后我们 送去烤箱烤 这个应该 因为饭是熟的 对 所以不用烤一会 只要把起司融掉 把起司融了 然后就饭有点稍微温嫩就可以 好 这个我们放进去烤 好 就放在中间 对 那它要烤 这样子上下火比较均匀 大概烤多五分钟左右 对 好 那它再烤 然后再来就要做这个是 另外一道就是白汁 这个白汁就是 这个就是有调过味道的 它调了什么东西 调了我们只是盐巴跟糖而已 就这样子 对 好 它的味道好吃 然后来 看你表演了 来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 然后拿去炒 好的 然后就再铺上去那个木瓜上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有马来西亚感觉 只有在那个热带马来西亚的人 才会用那个水果做菜 对 好 然后现在把那个番茄给切 切拌 是 好 像这样子从英国回到台湾来 然后就是你们的前提就是要结婚了 愿意 对不对 那你那时候还在娱乐圈吗 那时候我刚好有一个空窗期 那我结完婚我才回回到那个经纪 做经纪 所以婚礼也支持你们自己 我们就办个小型 要办依照我以前在娱乐圈 我一定要办五 六十做一下 对 你的朋友这么多 对 而且你又做这个音乐制作的部分 对 不好意思 对 自己的事情 对 那我现在可以调这些吗 好 你这个太太很贴心 很可爱 是不是 好 好 也是就是喜欢她这个贴心 不要去那个什么麻烦到别人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加点姜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 她已经在台湾开餐厅 没有 那时候她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做餐厅 这两三年才做 这两三年 因为我还是继续在演艺圈 那时候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开悟 这个话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 对 什么叫做后来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觉得你开悟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师傅 我们家的一个小师傅 因为她常常说 我们以为我们都在做好人 就很了不起了 是 你说的师傅是这个 就是我们家的自己 对 我们自己家的 自己修行的一个师傅 对 那是我姐姐的儿子 对 真的 那因为她从小 她从小我们就 她从小就吃素 那因为她就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她的 以后长大会怎样 她常常会讲一些话来影响我们 对 这小菩萨是很有智慧的 对 然后她就说 你不要以为你没做坏事 你就是好人 她那时候还小吧 对 然后她就要我们 就是影响我妈妈吃素 好 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我没有做坏事 我就是好人 我就是好人 但是你也没有好 对 对 那后来她就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吃动物的肉 因为她常常把我妈妈煮的肉 鱼要拿去放生 都煮了还放生 对 因为她不知道 然后我姐姐带她去菜市场 钱包都不够 因为她叫我姐把所有的国语 都要买回家放生 那个时候她几岁 四 五岁 这么可爱 是 很可爱 后来我们就慢慢被她影响 就吃素 对 你们叫她小师傅 为什么 不要因为 我们也不能因为人家小 孩子小 对 其实她就是来带我们的人 对 所以其实师傅 也不是因为看年纪 其实她就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就是我们的师傅 对 佛法森 对 你们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也真的是很棒 对 然后后来我们都 全家都吃素了 好 就是因为这位小师傅 是 你其实本来就 在这个娱乐圈工作 还是一路吃素 对不对 还选到一个这个 愿意吃素的老公 对不对 然后那你就说 什么时候决定 就是说我放下了这个 做娱乐界的这个工作 基本上我其实是很喜欢 做节目的人 是 那我会选择做音乐节目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愉悦的事情 因为你很喜欢创意 对不对 然后我也觉得比较单纯 那后来因为其实电视台的环境 是在变化的 那因为太多充斥了太多八卦的节目 那在异性南山之下 其实后来就转去做经纪 那经纪做久了 因为其实我们年纪也到了一个 某种要有一个阶段新任务 那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他也是一个很发心的菩萨 那因为他财力比较够 我财力没那么够 那我们两个就变成技术合作 他出比较大别之金 然后我来出我的行销跟我的宣传 跟我的经营 对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就讲到重点了 你们两个人就是有这样子 共同的理念 对 后来因为他也是发心去做 环保对人类有帮助的水厨移 后来他就比较没有心思放在这里 所以现在变成山海 就变成我独立在经营 这是一个转换 这是一个转换 刚刚刚开始 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理念 所以就一起开始了 但是现在是你在经营管理 对 然后但是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阿瑟施 说这没有他 我们不敢开 当然 多好 菜又烧得好 又有创意 那么当然做这个素食的餐饮 他可以接引更多的人 对不对 那么那个爷爷在教育好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了 可以了 好了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好满 满在而归 披萨寿司 做法是白糖 白醋和盐拌匀 成为寿司醋 再将白米煮熟 趁热加入寿司醋 拌匀之后吹凉 就成为寿司饭 将寿司饭 海苔相松 素肉丸子 青椒丁拌匀 倒一半 铺在海苔上 接着撒上美乃滋 以及起司丝后 盖上另外一片海苔 再将剩余的寿司饭 素蟹丝 起司丝 美乃滋铺上之后 移入预热150度C的烤箱中 烘烤约5分钟 至起司 成金黄色后取出就可以了 白芝石锦香木瓜 做法是木瓜横破去紫之后 一半的木瓜挖成圆球 另外一半的木瓜成为木瓜传来备用 将番茄兑切所有的调味料调匀 成为白芝备用 起油锅爆香姜片之后 放入素丸子 红萝卜 笋丁 芹菜 小黄瓜 苹果 凤梨 小番茄拌炒 接着倒入白芝煮滚的时候呢 再以太白粉水勾芡 最后再加入木瓜球掠炒之后 起锅 盛入木瓜传中 趁热食用就可以了 我迫不及待地很想吃 阿斯尔斯自己会先试吃吗 都不会 你不会先试吃 而且你脑袋想到要做什么菜 就做什么菜 都会思考一下才吃 思考一下 然后所以你们没有固定的说菜单 常常会变化 会 就想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有客人来说 怎么今天没有你上次做的那个菜 不要做给它吃 你就不要做给它吃 通常它会怎么回答 你自己煮 你自己煮 然后客人就 大笑的 因为其实它变化太多了 对 它也没办法记得那么多 无法掌控 无法掌控 无法掌控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没办法掌控它要煮什么 所以说你有时候晚上会想到一个 什么想法 你就要做那个菜 然后思考一下 就去混搭一下东西 就变化 对 其实因为你以前都在国外做那个荤食的话 荤食的那个变化 因为它材料很多对不对 对 变化应该比较大 没有素食限制的 对 所以你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思考一下 怎么把素食没有变得那么单调 东西吃起来比较有那个新鲜感 那所以说反而因为在台湾 你现在你们的餐厅是师傅也可以来用餐的 是 可以 所以你那些就可能要尽量 都没有 都没有 葱蒜 都没有 葱蒜第一个没有 对 那奶淡的话就是会标准 标准 对 比方说客人要求不奶不淡的话 我们都会尽量去配合它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限制你那个 海阔天空的想法 不会 自己多用心一点就好了 好 很棒 自己多用心一点 所以说其实你在做这个经营馆 因为它在厨房 那你在外场 是 你在外场其实你也去观察 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对 其实做这份工作跟在那个做节目 完全是不一样的领域 不一样 对 那什么样的心情感觉 我觉得这个好像在看人生 真的吗 对 因为每个客人 他有每个客人的个性 那个要求个性 喜好不同 对 你会发现每一个的举止 用餐说话的态度 是 其实我很喜欢观察这些 就是会比较懂得说 这个人我可不可以跟他聊天 茶言观色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大概就不想被打扰这样 是 其实讲起来做餐饮比较有趣 对 但是我觉得是每个阶段的乐趣 那么其实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就是愿望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规划 有 有规划 对 我们有一个规划是说 我们今天我做一个火锅的餐厅 那我们现在在桃园平正有一家 会卖比较简单的 然后就是延续我们不断的精神下来 那我们会开不同类型的店 这个精神理念是什么 是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师傅来边边吃饭 他都说 老板娘 你们不错 吃素就是一种放生 就是很多师傅看得懂我们在做什么 他说 师傅 你放了好多生 谢谢 谢谢 你很有福报了 我们今天也很有福报来听你们分享 而且不好意思 各位 这个真的很好吃 是真的很好吃 苏西披萨 这个也是他的独门的想法 那么如果你们想吃就麻烦你们 像刚刚你刚讲那句话什么 你自己做 自己做 自己做吧 是 你就自己做了 好 谢谢 感恩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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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